在处理一些晶片时,经常会遇到I2C这个名字,表示晶片是使用I2C的方式进行通讯的。 那么I2C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通讯界面中最常见的界面之一,I2C。 I2C,全名是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一种串列通信界面, 用于在不同装置之间进行数据传输。 它是由Philips,现在的NXP's Amiconductors,开发的。 目的就是要一个实现简单且可靠的数据交换。 I2C有主要的主机装置Master,和一个或多个重机装置Slave为架构。 主机装置负责发号施令,而从机装置则接收获回复。 耶,Sir! I2C使用两条线,分别为数据线SDA和时迈线SCL。 这两条线允许多个装置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总线结构。 这样的连接方式让线路更简单。 每个重机都有不同的地址,主机会发送数据。 就像货车司机一样,每一装置都访问,然后确认地址是否正确。 找到对应的装置后,就能与它传输与接收资料。 其他装置则不动作。 I2C是属于半双弓传输。 半双弓的意思就是,传输跟读取不能同时进行,是单向道。 同一时间只能做传输或接收一个动作。 I2C有两条线。 一条是资料线SDA负责搬运资料。 另一条是时迈线SCL负责掌管传输的节奏。 时迈线在高电位时,资料线也在高电位的情况称为high,也就是1。 反之,时迈线在高电位时,资料线在低电位的情况称为low,也就是0。 下列是I2C的写入数据标准。 让我来一步一步地介绍。 首先I2C再没做事实,SDA跟SCL都会维持在高电位。 随时准备要开始传输资料。 要开始跟装置沟通时,要先传输一个起始讯号。 要如何产生起始位呢? 当时迈线为高电位时,数据线的电位由高转低。 这样的讯号变化的过程称为起始讯号。 设备的从机位只会用二进位的方式写入。 从机位只通常是七位元加一个写入或读取信号。 装置会在时迈线为高电位时读取数据线的讯号。 用这样的方式就能知道数据的内容。 知道从机地址后,要告诉装置要写入还是读取。 要写入资料的话,要输出讯号0。 要读取资料的话,要输出讯号1。 那我们要写入资料。 所以要在数据线上输出0,代表写入。 再来,输入资料要确认装置是否收到。 不然就是自言自语而已。 所以我们要等待装置回复一个应答讯号。 的意思就是确认已经接收完成。 可以继续传其他资料了。 当主机传资料给从机,从机要自己回复。 反之当从机传资料给主机,主机也要回复。 这样才有礼貌。 如果接收失败或传输结束时,就会回传。 讯号为0,讯号为1。 我们是主动传输资料的,所以要等待接收。 成功接收讯号,之后就能继续输入下一笔资料。 暂存器地址就像是装置里的仓库号码。 告诉装置要去哪一个暂存器里面输入或读取资料。 接下来你可以输入一组或多组讯号到暂存器里。 一装置规格而定。 最后要结束通讯时,也要传送一个停止讯号。 当时卖线在高电瓶时,数据线电位由低转高。 这样的讯号变化的过程称为停止讯号。 这是起始讯号跟停止讯号的比较。 不要搞混落,宝贝们。 这样一个I2C写入数据标准就结束了。 这是写入数据标准和时序图的比对。 如果身边有逻辑分析仪,就能看看你的I2C哪里有写错落。 I2C的读取数据标准也大同小异。 差别在写入暂存器位置后, 要再输入一次设备位置加上读取位元。 最后在读取完数据后, 要主动发送一个non-egg, 而不是egg, 代表已经读取完资料啰。 I2C的教学就到这边结束了。 每个装置的I2C格式可能会不相同。 要使用前一定要想读装置的规格说。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扑!